好继续带你关心 MeToo被害人黄吉余 之前曾经在立法院是召开记者会 那么据名指控律师李怀农 曾经在2014到2016年期间 以肢体及语言对他进行性骚扰 然而记者会后陆续是接到多名 花莲的被害者来信 称他们过去也曾经遭到 这名律师以类似的方式性骚扰 那么12号的上午 县议员魏家贤 法律辅助基金会花莲分会 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会的事务所的主任 花莲县政府社会处以及教育处 陪同下揭露李怀农多起的性骚扰的行为 并且呼吁所有的受害者 要勇敢的站出来 寻求正义以及支持 黄岐宇指出 他这次出席记者会主要的原因是 李怀农仍然在新闻媒体上 坚称仅是追求过程中的误会 他自立法院记者会结束后 也接到许多不同受害者的来讯 都显示李怀农就是性骚扰冠犯 受害者包括高中生 大学生和社会人士 主要就是李怀农律师 他我个人认为他是用很拙劣的公关手段 就是他对各家媒体 都在第一时间说他郑重道歉 但他实际上他的个人声明 还有他跟媒体的回应 都是他把这一切都推给是追求过程的误会 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6月29日之后 有这么多的人来私讯我 告诉我他们的经历 那可以看见李怀农律师 他根本就不是他口中所说的 就是追求过程的误会 他就是性骚扰的惯犯 魏嘉贤也表示针对李怀农律师 过去性骚扰本县 多名学生的行为感到不耻 并予以谴责 他希望花联县政府教育处 能够主动向各校了解 过去李怀农是否曾经进入到县内 其他学校演讲并做出同样的行为 也希望教育处能够敦促各校 落实性别平等及性骚扰防治教育 使学生遭遇此事件时 能够及时寻求法律及心理智商的资源 在记者会后 齐宇小姐接到非常多的一个被害者的男性 那有很多是花莲的孩子 当时在2014到2016 他们也用了各种不同的一个 等于说演讲方式 还是其他的方式 认识很多的孩子们 验书的孩子们 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记者会 那也谢谢我们相关法律辅助基金会 疫情基金会 社会处 教育处 还有议会的所有好朋友们 共同的来召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揭开很多性骚扰不当的行为 也呼吁更多被害者能够勇敢站出来 对于花莲县性骚扰案件处理程序 为加弦强调社会处等有关单位 应该与陷阱局加强合作沟通 优化报案和申诉流程 当受害者自派出所进行报案时 原警及应将受害者转制到 专责处理此事件的附优队 才可以在保密且友善的环境中 协助受害者制作笔录申诉书 以便当事人提出刑事诉讼或性骚扰申诉 记者凌杰 华林市财博报导